Ladies Go 我一个一个拿 就它外的 有两个 一个是烤肠 一个就是这个金串烧 特别好吃 每次我都会去买的一个 按手指是二零二味道的 这个是网友推荐好吃的 后烧吐司牛肉口腿三明治 12块9 还有一份白桃的千层蛋糕 抹茶蟹柳三明治 抹茶配蟹柳 然后还放到三明治这里面 又很神奇 它是8块9一份 里面有三个 这是一个我觉得有点暗黑 但是又很新奇的 紫苏梅子饭团 它是5块9一个 这是土豆泥沙拉 人价10块09 打了8折之后就9块钱左右 买了瓶乌龙茶 可以用它来做奶茶 还有我喜欢的橙心蛋 再买了个百合艺人豆浆 可以消肿的 里面还有这种颗粒 它是乡村玉米吗 这个是6块5一个 还有一份关东煮 超级大一份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烤肠 这是我在伊藤里面最爱的一个 肉很足 而且油很足 我每次都放超级多的辣椒 听到声音了吧 它的皮特别脆 伊藤的烤肠YYDS 它们是甜的 你们看一下这个金串烧 我买的是红豆的味道 它里面馅料还是很足的 红豆特别的软里面的 趁热吃最好吃 这份关东煮 其实里面东西还蛮多的 有鱼子豆腐 千层豆腐 包心鱼子丸 这个是我最爱的 它里面有那种爆浆的鱼子 这个是福袋 千万不要让我抽到鲤鲤 它是有芝士的里面 一人的关东煮 果然还是很优秀的 就已经超出了便利店 那种关东煮很多 再吃一个福袋 千万不要让我抽到鲤鲤鲤 关东煮的王者是萝卜 你们知道吗 吃一个厚烧吐司牛肉 或许三明治 我之前有听说世界排名前五的一层里面 就是销量 其中里面有四个都是成都的 感觉成都的人真的会吃 真的能吃 这个是我真的是见到比便利店的那种厚蛋烧 要多很多倍的一个 里面酱也很厚 然后肉片也很大 还有芝士片 里面还有土豆泥 你看这个面包 是那种烤过的 有点焦焦的那种 吃起来很香 在这个真的很好吃 沙拉的口感 扑面而来 扑鼻而来 扑鼻而来 我再吃一个三明治 抹茶蟹柳的 来对比一下 它好清新啊 它的颜色 它是一个小饺 然后里面是有蟹柳 怎么说呢 我怎么觉得不怎么好吃 我在网上种的草 感觉我今天打草了 它这个好像你去药店采的一味草药 然后裹到面包里面 偶而泄流还是那种 酷甜又苦咸的那种味道 这个差评 我在某书上面也看到说 奥利奥伴手知识 是跑里来的平提 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便宜多少钱 那个就贵个几块钱一个 这个质地是还不错的 扯开它的神秘面纱 哦 好吃的这个 奶油味 不是很重 但是它有那种咸知识的味道 它 它掉粉呢 它跟我一样掉粉 刚刚我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它有试吃 然后分量还很大 我就一不小心吃了一盒量 它里面是已经挤好的沙拉酱的 好软啊 最爱它里面那种黄瓜碎碎 还有胡萝卜 一盒它就会在某一个定点打着 你等到九点到九点半周的时间 七周十点左右就会打六周 你们get到了吗 好下一个 这个是一个紫苏梅子的饭团 我还有点好奇 因为今天去长沙嘛 湖南那边特别喜欢用紫苏来当配料 这么硕呢 它中间是个梅子 是那种日式无和梅子 一般我开始用到这个语教的时候 就不好说 全场呼声最高 桃桃千层蛋糕 哦 好嘞 你又快耶 终于知道为什么它的呼声最高了 真的很好吃 它里面的那个果肉也很新鲜 奶油也不腻 看 这个蛋 QQ弹弹 还能 留心 它是有盐味的 我给你们做一个最近很流行的那个奶茶吧 最近我喝了一个 生牛乳 是白桃生牛乳 就给你们看一 这个还没上市的 没上市为什么要 因为我有讲办法 呦 开始摇 白桃乌龙奶茶 不过它就是没有甜度 你们自己如果要做的话 可以买个那种甜牛奶 它热了 看看这个 包裹吧 有一种我奶奶自己在家里面 把玉米葱碎 然后磨姜 揉的那种包裹吧 一大颗 软软的 好香哦 它 哇 这个吃起来很健康 几乎就是 玉米的甜度 我看一下还有这加白糖 我刚刚用的几乎是用的很对 加了白糖 这是好吃的 现在我要公布我的前三名 第一名 我看一下 是哪位朋友呢 第一名 没错 就是我们的白桃天堂 第二名 就是我们的后蛋烧 并列第三的 就是我们刚刚的 奥利奥半熟知识 跟我们的 土豆丁沙拉 和糖心蛋 其他呢 就不建议你们购买了 烤肠关东煮 不参与此次的排名比较 就是永远的神 那么这一次的 便利店评选大赛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